大家好,我是Ryan 今天是我们JQuery课程的第二堂课 在第一节课呢,我们讲解了JQuery的基本使用 教大家如何载入JQuery库 并且写一个Hello World的程序 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JQuery的精髓所在 就是如何用JQuery的Selector,也就是JQuery的选择器 JQuery的选择器在我第一节课也提到过 它是基本上基于CSS选择器的 在第一节课中呢,我用到了一些像Button这样的选择器 或者像点Test这样的选择器来给大家做范围 但我当时没有给它讲为什么这样用 今天我就要详细介绍分十几种情况介绍 来详细介绍各个的使用方法和各种使用的 各种方法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小内容 就是基本的Selector 就是一些学过CSS的同学 现在应该很熟悉这种Selector的选择器了 也就是可以有直接选择Tag的名称 也可以选择锦号代表ID 点号代表Class 新号代表所有 还有逗号代表且 也就是逗号代表或 他或者他或者他都会被选中 好,这里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这边呢,像像第一节课一样 我这边就放在了Reddit DocumentReady的回答函数之中 然后给下面这个Button呢,加了一个ClickHandler 也就是当Click的时候会执行一些逻辑 大家其实现在不用在意这个Ready和OnClick了 在接下来课程中我会分别详细介绍 在隐外的课程中我会分别详细介绍 这里呢你就知道 OnClick在Button上就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时候方便演示 在我不点这个ClickMeButton的时候是没有效果的 点了以后JQuery逻辑会被执行 好,这里我用JQuery的标准方法 $符号后面加括号 中间加单引号或者双引号都行 但我一般习惯使用单引号 这边我选择DIV.CSSBackgroundColor BackgroundColor就是Yellow 好 这样就写成了 当我Click在我刷新之后 它是没有背景颜色的 默认是没有背景颜色的 当我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Selector呢 会自动选中所有的DIV element 所有在DIV element 大家看我这边其实全是DIV 除了Button自己不是DIV 都会被选中 所以说也就是这块选择器是默认选择全部 所有符合标准的符合选项的内容的 这点其实跟CSS选择器非常像 如果你写了一个CSS的Rule CSS的一项内容 如果写了一个Selector在上面 这个Selector是会apply到 是会应用到所有的页面中 所有符合标准 符合Selector条件的 这个是一个元素的 好 我把其中一个DIV呢 改成P 这样呢这个DIV就应该是 就绝对不会 就绝对不会被match到了 这边好像多了 也就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 它有上下有一定padding 就是默认的浏览器会自动给P tag呢 加一点padding在上下 所以这时候我点clickme呢 应该是只有前两个这块Selector 被变成黄色 这边呢我用了一个CSS BackgroundColor Yellow 这个我在 接下来课程中也会给大家介绍 这个的意思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意思就是 给前面选择好的这个Selector的所有元素 添加一个CSS的 添加一项CSS的 属性值 也就是给它的BackgroundColor添加成Yellow 添加成黄色 也就是我在这里方便给大家演示用的 好的 我们演示完这个选择 Tag选择器 我们再简单演示一下 分别演示一下class和 和ID演示 ID选择器 class呢 先讲ID吧 ID呢就是 我这下面有一个ID test ID test 把第一句common掉 这句也暂时common掉 好 这边一点 它只会选择到当前这个ID的内容 ID内容选中几个 它就会自动给它们都添加到Yellow 但页面上我只有一个ID等于test的元素 所以只有它会被选成Yellow 呃 会变成黄色 下面呢 我 加一个 简式class的 class也是class test Red 也就是我给 加test点 testclass的内容 会变成黄 会变成红色 很明显 红色的 呃 代testclass的元素 背景颜色被设置成了红色 呃 id 等于test的元素被设置成了黄色 呃 好 这就是基本选择器的使用方法 呃 好像漏掉了一个 也就是刚才那个货选择 呃 且选择器 呃 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 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 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这块 选择器的话 我其实可以选择 这边我也给它添加 这边我可以改成 给它改成一个 呃 比如说 H1 H1 好 我想要选择上页面上所有的这块 但我不愿不想选 呃 选 但我要选 我要选择页面上所有的这块 selector该怎么办呢 那这块selectors这个元素该怎么办呢 呃 就是我可以写 drtest 逗号 警号test 也就是 drtest会被选中 警号test也会被选 警号test也会被选 警号test也就是ID等于test也会被选中 然后呢 H1 有H1 有H1 有H1的 Tag名称是H1的 也会被选中 好 我给它加一个 drcss 等一楼 这就是 都选中 但其实也有一种简便方法 刚才我在这个readme这边也给大家讲 讲 也让大家看过 我其实可以 写 $符号 并且写一个新号 也就是页面上所有的元素 都会 被 被加成这个 都会被 被选择去选中 这个条件呢 就甚至会 施加到这个click button上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当我click以后 连click button自己也 还包括body 都甚至都被选中 通通加了yellow 呃 在 呃 选过基本的select 之后呢 我们来进入第二小节 就是 这个 翻译过来 叫等级select 就是选 选择 按层次按等级来选择 选择一些元素 在页面上的元素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div code 这种形式 其实在css上 我们也经常常见的 也就是说 会 呃 这个选择器 会选择到所有 呃 呃 在div下面的code 元素 也就是 tag 那个标签名称 是div 之下 如果再有code的情况 就会选择到 呃 好 我这边呢 预先 呃 写了一个 呃 简单的 呃 markup 简单的html 呃 具体来讲呢 就是 我有 呃 我有test class为test的两个 一个是在list里面 一个是在list外面 然后在list里面呢 我有大概有5个div 呃 5个div的他们的content呢 基本上是1 啊到12345 但是他们有不同的class 所有偶数都会拥有 一个od class 就是 呃 我这边写错了 偶数应该会有even class 所有偶数都有even class 然后呢 我在下面 来用css 来给大家 来用等级 用选择器的选择方法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使用它 我保存一下 这边大家看到了12345 好 第一种情况呢 我们来按 按等级选择器来选择一下 啊 可能要保存一下这 第一个 一边我们快速的使用 等级选择器就选用 我们想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这个test 而不选择这个test 大家要知道我直接如果用选择 DOT tests 的话 前两个都会变成 yellow 因为 这两个 这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和 例子下面的第一个元素 通通都有test 的class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要只想选择 选择的这个1 这个元素呢 的话呢 我就需要用到等级 就是hierarchySelector 所以我要用 div 以下的 在 所有在div之下的tests div之下有testclass的元素 才给它加background color 好 现在我点一下 只有这个被选择到 这个不再选择到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呃 这我刚才讲的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呢 就是 呃 其实第一 呃 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div下面的code呢 他其实 不在意code 是不是div的 直接的 呃 子元素 也就是他可以在 div之下好多层 拥有code 也会被 也会被选择到 呃 我在这里 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给他再加一层 div 然后我给他加一个class 呃 叫 叫 随便起一个名叫AA吧 然后呢 我现在会选择class AA下的test 还是会选择到他 但其实 这个testclass 已经不是AA class 直接的那个子元素 但是呢 另外一种selector 可能好像就更加严格一点了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第二种selector 这个大语号的意思呢 就是他的意味 意味的 UL是LI的直接子元 子元素 也就是呃 如果我这边会加一个大语号呢 他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因为 因为他会选择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AA没有任何一个 带testclass的子元素 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所以这个是不会起作用的 所以我要想选择到他 我必须选择点 list 点test 这是第一个 他必须有子元素 才会被设计到 被 被选择到 这就是大语号这个选择器 就是子元素选择器 然后还有这个加号 加号呢 就是算 呃 英文名叫sibling选择器 但其实他 呃 这加号和这个 呃 波浪号呢 其实都叫sibling选择器 英文名叫sibling 中文名翻译就是来姐妹选择器 就是上下 呃 兄弟姐妹的选择器 就是只选择他们同一集的东西的内容 我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 我要在例子里面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就是 比如说我要选择 呃 选择 当前这个 二号这个元素 我想用 呃 姊妹选择器 结果中姊妹选择器来选择到他 所以我就会用id等于first的 呃 的 下一个 姊妹元素 也就是他的他的紧 紧跟着也就是他弟弟 我想选择到他弟弟 所以呢 我这边就会用 用 紧号 first 然后呢 这边 大家看这边是用的加号 加号和波浪号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加号只会选择一个 直接的 呃 兄弟元素 而波浪号会选择 所有他之后的 也就是会选择他所有的弟弟 加号只会选择他之后 紧跟着 紧比他小一点点那个弟弟 好 class 我会选择 不选择class 选择div吧 也就是我会选择 呃 first 之后的第一个div 来给他加一个 background color 那first之后第一个div 是谁呢 就是二号元素 所以二 会比 比较出来红色 我简单做一下改动 把它换成波浪线 就意味着三二三四五 啊没有 有五对 二三四五全都会被选中 这就是 呃 呃 这就是这种 层次选择器 hayaki选择器 呃 的基本用法 呃 在看过这个层次选择器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的筛选器 呃 在 演示基本筛选器功能的时候 给大家讲解基本筛选器功能的时候 最好的 例子可能就是 呃 这个ul和li的例子了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 日常编程中 如果熟悉html的同学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包含很多li的ul 但我们在进行某种逻辑上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经常只会 呃 希望选到其中的某一些特殊的呃 呃 的 元素 这样的话就会用到这个筛选器了 在同样的 呃 元素之中呢 进行筛选 他 大家可以看这所有的li 没有任何特殊的class 没有任何特殊的呃 内容可以方便我们定位到 比如说定位到5 定位到2 这样的element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到筛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到筛选器 这里我可以大家写li first 现在我点click的话 就只有第一个被选中 first顾名思义 也就是第一个的意思 也就是我当前页面第一个li 会被选中 然后呢 看第二个last 顾名思义就是last了 我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not选择器 not选择器就比较 比较 比较好 在not选择器之中呢 可以放置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li not li not li first 这样的话 这种逻辑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在 哦 这边有一个typo 在li下 的 所有 页面上所有li 所有li 但是 并不是页面上第一个li的情况下 我会给他加一个backup color 也就是除了1 所有 但其实呢 这个not之后之内的内容 没必要跟li有关 他可以任何东西 他比如说你可以 如果 想希望是 他 不是 ul之中的li 不是ul之中的li 会 这边我单个写一个li 啊 啊 special 啊 anything just a test test 不要单独写一个li 也就是页面上所有的li 啊 并且不是ul之下有li 会 是加这个 这个 会加上这个background color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test都会被选中 因为只有test的这个li 不是在ul之下 再往下看这个all even 这两个组合就是技术和偶数了 简单简单演示一下 就是这边把它都删掉 even 就是所有偶数的都会被选中 啊 他但但这个偶数呢 其实他是0 base的也就是我 页面上现在的1 其实他的index在如果是一个0 base的技术去中 他的index是0 他其实0123 我这边例子不太好 举得不太好 我把这边改一下 所以应该是0123 一直到9 这里呢 现在我点的话就是正确的了 只有 技术元素 偶数元素 会被选中 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这个test也被选中了呢 这个test的这个li 实际上是页面上 除了这10个之外的第11个li 也就是他的index应该是10 第11个index应该是因为从0开始的嘛 所以他10呢 他也是偶数 他所以他也会被选中 even 那odd呢 就简 就很简单理解了 他就是另外 除了除了even之后的之外的另外几个 嗯 然后呢 大家还有一组内容就是 equal greater lt 就是less than 呃 eco呢 顾名思义就是等 等于1 greater 就是greater than 就是大于2 嗯 lt呢 就是less than 就是小于2 这边就是小于2的意思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这个gt eq lt呢 代表来说 代表了他们的index 代表他们的序号 也就是你可以精确的来控制 你要选中 页面上这li的哪个序号 比如说我想选4号这个元素 我就可以很容易的选eq 4 eq4 就被选中了 我也可以选greater than 4 greater than 4也就是56789 一直到test 全都会被全都会变成 黄色 我可以选less than less than 就是小于4 也就是0到3 都不会被选 都会被选中 大家看 好呢 这就是 说这个basic filter 就是基本的筛选器 的使用方法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讲解了基本的 基本的三种选择器 下一节课呢 我会讲一些高阶的选择器 包括显示的选择器 包括内容选择器 包括元素attribute的选择器 希望大家下次来收听 谢谢